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玉瑶 现在在洛杉矶Cover City的一个艺术街区 这边的幻廊相对比较集中 通常开展和闭展的时间也比较相似 所以我一般是两到三个月过来一次 今天看一看有什么好看的展 在这个展览中呢 如果对琴内有一些不舒适的感受 或者是琴里混职症的朋友 可以跳过这一排 因为整个展览全部都是围绕着 这个艺术家Jeffrey Wallace 他自己从1978年开始 由母鸡这个符号做的一项艺术活动 他当时在这个项目中 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母鸡的形象 他最开始是先去超市里面 然后又看到一些冷冻的鸡 然后一次发散 收集各种的形象 以不同的方式 不管是雕塑还是绘画 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长期的项目 延续了有40年之久 我刚进这个展览的时候 第一感觉就是想到了之前 在比利时布鲁是一个小镇 在里面好像人们对鸡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情节 就不管是假鸡还是真鸡 各种的橱窗里都有各种各样的鸡 其他自己所说呢 这一些灵感是抽象于他自己的一些旅行中的建文 或者是建土 所以说他又想说有同样的一个符号 同样的一个物品 那他在不同的社会语境和个人语境中 是有不同的含义的 坑德基老爷爷 然后他自己也是想去 用很官方的话来讲 就是他想去探索物体啊 雕塑 艺术 行为之间的 这样一个模糊的边界 其实在我看来就跟前一阵 Miami Buzzel上 卡特兰的那个香蕉是一个道理啊 如果他说他把到各个地方带的香蕉 或者说用各种不同材质做的香蕉 全部都摆在一起 其实也就相当于这整个 是鸡的这样一个collection 只不过他全部都是香蕉而已 有可能鸡的行为更 鸡的形象和行为更复杂一些吧 然后至于说这个艺术家 他之前是把一个超市的冷冻鸡 埋葬在了宠物公墓里面 那这个行为跟 把一个香蕉用胶代替到墙上 又有什么大的不一样呢 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黑白联合画的风格 然后一些卡通的一些标志性的形象 然后加上传统的人像画法的一个结合 然后最后变成一个有讲述性故事性一样的这种专栏漫画小故事 包括刚刚看到的那个视频 也是完全是他整个守会的过程 里面出现的城市名字 是他自己出生的城市的名字 所以他是以这样一种练花画的方式 想要讲述自己整个生活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情景 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非典型的人像创作或者非典型的近视创作 不管是他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所处场景中的这些人 全部都是以一种现实和非现实这样一种交织的创作方式存在着 之前有篇报导是关于他的这些人像作品 然后标题其实有一点是人是叫你能看得见这些人吗 因为在像类似于这样的人物形象中 其实就是说他有意想要模糊 传统性的人像的这种面部的表绘 或者是刻画 他本身的故乡是在墨西哥那边 但是后来他是在美国也有进行创作 所以说他对于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这种边境的文化是多有感触的 本身根据墨西哥来讲 我们知道 不管是从电影coco里面或者说王林杰里面 死亡对于他们来讲并不是一件避讳或者说一件不好的事情 反而在他们的文化中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说有非常多的死亡死神窟窿这样的元素出现在他的画面之中 再加上他对于这种跨边界这种文化的理解 他人边界本身就可以自成一种国家自成自成一种文化 他是本身是具有二元性的 因为他在夹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之间这样子生存 这种他的画面中其实就可以感觉到他既有人类的一些亲密行为 但是同时又具有非常多生活中的暴力呀 不适或者说死亡这类的元素 他同时也是像边界一样是具有二元化的 所以在整体他的创作中不管是动画或者是绘画 或者是他自己所做的那些手绘的书 都是从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角度出发 然后去阐述关于美境边界 作为一名创作者在美末边境这样的一种创作状态 停留在大路上 这天也有很多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内 会员的摄影 了很多次回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